第六十八章 黑龙寨 此行运输必然不会如同上次那晚轻松 据我所得到的消息 我林家这一批洋云石恐怕会招来一些恶狼 铁木桩中一座大厅内 林阵天面色凝重地望着林孝等人沉声道 哦 难道是雷家要出手了 听得此话 林孝等人面色也是微微一变 哼 雷暴老坚俱华 怎能会轻易出手 据我得来的情报所说 此次对我林家这批洋云石有念想的 应该是那黑龙寨 林阵天冷笑道 黑龙寨 这个名字一入耳 就连一旁的林洞眉头都是忍不住的舟了舟 青阳镇方圆数百里之内有着不少的盗匪势力 而这所谓的黑龙寨便是其中较为有名的一个 这群盗匪手段狠辣无情 而且据说那黑龙寨的两位当家也是拥有着天云境的实力 这两人的凶名在青阳镇中倒是颇为的响亮 黑龙寨怎么会知道我们运输着一大批洋云石 他们应该也明白 我林家可不是好啃的骨头 林笑道 以往他们林家与这些盗匪势力 向来是井水不犯河水 这次黑龙寨怎么会突然的对他们出手 这之间恐怕少不了雷家的手段 看来他们对于我林家最近的举动也是升移了起来啊 林阵天冷笑了一声道 父亲的意思是那黑龙寨是受了雷家的驱使 一旁的林肯和林莽面色也是一尘道 以我对雷豹的了解多半是如此 林阵天微微点头目光却是逐渐的冷立了起来 他略作沉隐说道 此次车队依然是由我亲自带队 林笑临满二人相随 林肯坐任铁木桩 我倒是要看看那黑龙寨是否还真敢对我林家出手 是 文言林笑和林满二人也是立刻应当 动儿此番就不要再跟来了 在铁木桩待着就好 说完林震天又是对着林栋说道 此行说不定要大战一场 虽说现在的林栋有自保之力 但留在铁木桩 显然也是要更加安全一些 听到林震天这般说 林栋也只能点了点头 事不宜迟你二人速去召集人马 文言林笑二人再度点头 然后便是起身出去 然后那庄子中便是传出了轰隆隆的马蹄声 低沉的声响犹如暴雨欲来之事 站在院墙上 林栋望着车队浩浩荡荡的开出桩子 然后在众多护卫警惕的目光下 带起冲天红尘 对着大刀尽头奔驰而去 希望平安 林栋轻吐了一口气 他能够感受到林家中那种紧绷的气氛 在这种气氛下 就算是小一辈的人 脸色都是变得凝重许多 不用担心 有你爷爷亲自带队 亮那黑龙寨也是不敢动手 似是知道林栋心中的担心一般 一旁的林肯笑着安慰道 嗯 今天正好林霞林红他们都在帖幕中 你去找他们玩就行了 这些事我们会解决的 林肯拍了拍林栋的肩膀 然后转过头 轻贺道 所有人眼睛都给我擦亮了 有风吹草动立刻警报 任何可疑之人都不得放进庄内 是 听得林肯贺声高耸的院墙上 也是响起众多硬核之声 泛着寒芒的剑枝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 整个庄团 整个庄团都是进入了戒备状态 林栋也是越下越强 然后走回庄内的一片训练场中 那里林霞林红等一群林家小辈正簇拥着 其中有着几人正在切磋比试着 林栋哥 见到林栋走来 那些少年都是挺直的腰杆 颇有些兴奋的教导 现在林栋在他们心头的地位 可是相当的不低 你现在可威风了 林霞双手插着小蛮腰 站在林栋面前撇着嘴道 林霞姐 你就别取笑我了 望着面前那挺挺欲力的少女 林栋不由地苦笑道 见到林栋那模样 林霞也是忍不住地奄然一笑 扬了扬血白的小手 然后在一旁的岩石上坐下 说道 好了好了 不逗你了 你说 爷爷他们这次 不会有什么事吧 说到最后 少女的脸颊 也浮现一抹担忧之色 庄子中的气氛 他不可能感受不到 虽说一直生活在家族庇护中 可他们也很清楚 那种势力的争端 是何等的残酷 林震天他们是林家的支柱 如果他们出现了什么问题 这个家族就将会面临崩溃 而到时候 就算是想要求一个安稳 恐怕都是很难办到的事 放心吧 没事的 林栋心头叹了一声 望着林霞这些小姨 被脸庞上的担忧之色 他嘴唇不由的抿了抿 若是现在的林家 拥有着一名 圆丹静强者的话 又怎还会担心这些问题 说到底 真正的力量 才是最为稳妥的财富 听到林栋的安慰 林霞脸色方才微微好了一点 然后笑着和林栋说起了青阳镇 这段时间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在林栋和林霞笑谈了半晌后 那不远处的林红突然走了过来 他望着林栋迟疑了一点 方才有些吞吞吐吐的道 林栋表弟 我在修炼一门武学时 遇见了一些麻烦 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指点一下 文言林栋和林霞都是正了正 有点压然地看着面前的林红 这一家伙向来是颇为的傲气 没想到如今竟然会主动地 向林栋请教 林红表哥说的哪里话 一家人互相帮助是理所应当的 而就在林霞有些担心 林栋会因为以前林红的所作所为 而不理不顾时 确实没料到 林栋微微笑了笑 道 听到林栋如此和善的话 林红也是有些错愕 玄机脸庞都是变得有些战红 显然是对于以前所做的那些幼稚的事情 感觉到有点愧疚 林红表哥 施展一下你修炼的武学吧 林红连忙点了脸头 退开一步 刚于拉开架时 那坐在石头上的林栋 确实豁然起身 刚刚还布满着笑容的脸庞 此刻却是阴沉的可怕 林栋 没事吧 见到他是突然间的变化 一旁的林霞也是被吓了一跳 问道 有大麻烦了 林栋深吸了一口气 来不及多解释什么 突然转身 迅速的对着庄子大门处跑去 最后越上越强 目光远眺 只见得在那大道的尽头 突然掀起了漫天黄尘 轰隆隆的马蹄声化为细微的声浪 扩散而开 那是什么 在林栋深后 林霞林红甚至是星寒 都是跟了过来 不过当他们望着那漫天黄尘时 眼中也是有着 骇然之色涌动 是黑龙寨的人马 我们中计了 他们的目标 不是爷爷他们所运送的青原石 而是铁木桩 一旁林栋面色阴沉 拳头我的歌之作响 这一次若是弄得不好 他们林家 恐怕将会元气大伤